Hello大家好,我是乐乐 你一定见过那些文章的标题 设计师必用的7个、10个、20个Chrome Extension 这个插件插字体 那个插件插颜色 还有个插件是专门用来测量像素的 大部分都被我卸载了 那么今天我来讲一讲 我用了很长时间以后 留下来的三个Chrome插件 这个插件叫SimilarWeb 现在我是在宜家的网站 打开SimilarWeb 我可以看到一些简单的数据 比如它的浏览量 访问者的国家 大家都是从哪一些途径来到这个网站的 点这个GoToSimilarWeb 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 有些情况呢 这些浅浅的数据就很有用啦 比如你在申请工作 你就可以用这个插件了解一下你未来的雇主 在你面试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他们侃侃而谈 显摆显摆 对他们客户群的了解 可以套套近乎哦 这个工具呢 还能帮你找到一些网站的同类型网站 我因为在事务所工作 客户来自很多我完全不熟悉的行业 通过这个插件呢 我就可以找到一些客户的竞争对手 然后就看一看同一个问题 那些竞争对手是如何做如何解决的 还有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喜欢的网站 也可以用这个插件挖出来更多 你可能会喜欢的网站哦 第二个插件 这是一个用来截屏的插件 叫Nimbus 点一下 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截屏方式 我比较常用的是截图可见的区域 以及Entire Page 截屏整个页面 比如现在我截可见区域 我一般截图之后呢 就喜欢用这个图图画画的工具 写一些我对这个设计的想法 然后点完成 把这张图发给同事 用起来呢 很快很方便 相似的插件 还有这个 Awesome Screenshot 你可以两个都试一下 然后留下自己喜欢的一个就可以了 第三个插件 就是很多设计师都推荐的这个Moodsley 2 我也觉得非常棒 每次打开Chrome的时候 都可以了解一下设计啊 技术方面的新闻 首页呢 是来自它所有网站的新闻和博客 左边是这些网站的logo 点一个网站 就会只看来自这个网站的文章 比如Moodsley Block 这个插件呢 也是一个设计师的搜索引擎 比如我搜Dashboard 它就会在这些网站里面 找到关于Dashboard的图片 用于找灵感 我还可以搜索颜色 可以直接输入你的颜色 或者呢 你可以输入Hexcode 然后就可以看一下 别人是怎么用这个颜色配色 以及做设计的 好啦 插件就说到这里 下期视频 我会与你们分享 作为设计师 你可以如何使用Chrome自带的DevTool 也就是Inspector 观众朋友 欢迎订阅 分享 点赞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